依陽好,聽說你的鋼琴很厲害 那你知道鋼琴名作《匈牙利狂想曲》嗎? 哎呀,天下何其大,鋼琴高手實在太多啦 不過我倒是知道,《匈牙利狂想曲》是有首超級大 可以彈11度的里斯特所創作的呢 現在要為大家帶來 Andesco羅馬尼亞狂想曲 在羅馬尼亞音樂史上的地位 就像剛剛提到的《匈牙利狂想曲》 在匈牙利音樂史上的地位一樣重要 而且這首曲子是 Andesco懷著深厚起義對祖國的歌頌 曲調都取自羅馬尼亞民間音樂 濃郁的羅馬尼亞音樂氣息 使人聽完後仿佛叫清零羅馬尼亞 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 Andesco第二號羅馬尼亞狂想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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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